分析张牌啊 就是如果这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其实你愿意你的目标 你竟然信八就比较明确的 就说一个点嘛 在多点并行的情况下 不能说他一定是狼 但是他的目的跟他的背后动机一定是 那如果你少帮主你是张名 我问你出谁 你肯定是说出谁 对吧 不至于前半段的发言 他前面说是我们这轮要充实 他前面发言是我们这轮要充实 但是呢 后面发言感觉本轮我们要出八 这是聊着聊着变化中 但是你有变化 孙楚这点你就得听我听我说一下吧 就是因为什么呢 十跟八在他的眼里都是两狼 所以他这种出法绝对没有错 他的发言也绝对没有问题 那是肯定 对不对 十八 对不对 对不对 两个强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警长不验他 对吧 让你警长愿家都会认为又怎么样呢 你就不会验到我 对 我在你的心中形象 打打的好 已经验不到他了 已经验不到 打打的好 三轮冲票 有太多人要验了你知道吗外面 所以 神徒虽然你提出质疑 但我认为 JY的发言还是不错的 我确定你的观点是对的 哈哈哈 他的这些信息量是第一天晚上的全知道的 对 就毛毛埋了 对对对 人狼恋是我和神徒 但是他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以后 说出来让别人信就可以了 对 你看又会 就因为他是JY他说出来了 所以说别人觉得 没问题 如果这些东西是 龙哥你是想出去吗 不是我感觉 桃子是普通玩家 JY是人民币玩家 哈哈哈哈 在我们这边就是这么开玩 哈哈哈 就比如说这句话 桃子 你不用刷一个风大枪 你刷三个龙虾 我们四个龙虾 我们四兄弟 分一下 我保证桃子成为今天三场比赛 开热点 最佳 全场最佳 屁吃桃子 对 给人民币玩家 给人民币玩家一些尊重可以吗 对 给人民币玩家好好听 人民币玩家 毕竟这个大R 对吧 大R 你小R都不是的 你聊什么劲呢 来开 但是你五号已经肯定 链子里面 要么你是58链子 要么你50链子 我希望今天四六里面 肯定是一狼人一好人的 所以我希望四六里面有好人 能帮助我们一起 帮助记号来把十号票冲出去 今天呢 我票应该是会挂在八号身上 好吧 我最后再听一下 46号今天发言 过了 我是一个平民 我刚才很想 很想穿一个纽衣服 发包号 很重要 是我们唯一的一票 那我打断一下 咱们这样吧 咱们组织一波心疼桃子 我们直播间小伙伴 你有400竹子 你送400竹子 你有四个饭团 你送四个饭团 你有四个烤鱼 你送四个烤鱼 我们桃子不送 我们配桃子不送 对 你们心疼桃子 咱们送一波 只要这一波礼物 囚徒开心了 龙哥开心了 圣徒开心了 我不要 不要这些什么什么什么 龙虾不要了 小伙伴不是上方主 对 小伙伴三个开心 我愿意 我告诉你桃子 就是好身份 就是超儿 好不好 我这波发言 绝对好身份 心疼一波桃子 先听楚大王发言 感觉这轮危险了 这轮王叔父可能要出了 这轮我跟这外九神 就算重头吗 人家看好好运 非法鸡子吗 非法鸡子 这个骗你不也太闷了吗 这有收益的 但是我这轮我依然会把票举到8号手上 我希望我们这 就是我们信号团队的人 不要不要去分票 不要去投10号 反正既然我们 既然我们 既然我们 既然说话了 那我们就 我们就投 他也承认既然说话了 他也承认既然说话了 你这名币玩家很大 对 三号要再莫镜了 非常的关键 诶 摘莫镜了 三号身份不用聊了 你看 我们先看逻辑 这不是 这不是 是什么 无论你囚图怎么掰 实际上走的是 你10号无论怎么说 都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5号战编你10号 第一是 在你10号 说错话的情况下 给他发了精水 对吧 然后第二是 在他没有什么 太大的这个 逻辑上的 论据 可以让人信服的情况下 他是 强势战编你10号 打的是2号这张牌 但是 我觉得他是猎人的原因 是因为 他如果是狼人 他晚上知道他是挂人 他不会那么强势的 去拍他 对不对 那他是猎人 被人狼练连的猎人 那么他会很强势去拍他 因为他不知道 他晚上挂了 你一开始 没有去狂踩过他 绝对没有狂踩过他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报了 我们说的太多 你肯定要那个 我现在要拉的是 丘比特的票 我也不知道 丘比特能被你拉 他就不叫丘比特了 老公 你这两个人 我还对你说说 我帮你 我跟你说 今天我要拉的是 你狼的票 但是要看一点 你狼要帮我把这个狼收了 当神是特别正的 有很多玩家都是这样子的 你当狼跟鸣 你就会比较软 但是当神就特别硬 就你不能让人 通过状态来判断出你的 神态 好坏的宠意 我跟你说 这一点上 必须得说一下 这样的玩家 说明他平时不爱说谎 不不不 你往后边看 相对来说 我觉得云哥是平时比较正的 玩狼人杀之前 他是很少说谎的那个玩家 所以才导致 他原来玩狼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被人碰到 人狼会区别很大 而且神也会 那你为什么干完狼人杀 你就这么容易说谎 因为我从小到大说谎 说大的 可以了吧 你知道你想问这问题 好继续说一下 感谢国服10086建设 送给囚徒 转送给我的混太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为桃子 送了这么多的竹子和饭团 是 桃子没发言 桃子自己就没有回归 一般来说就是 什么我们电庆感恩 回归广大消费者 如果桃子现在送个墙 或者送个龙虾 就不是送给我们的 是送给你这些为你送竹子 这是你的小伙伴 水友们的 对吧 我觉得我们无所谓 他们配得上一个龙虾 对不对 龙虾如果 如果你瞧不起这些 给送400竹子和400 别送 别送 你千万别送龙虾 你可以瞧不起他们 对对对对 但我少帮主 我囚徒 我二龙第三个不能忍 对对不对 好 那咱们提示听云哥发言 我觉得我们这不是一个副刊节目 我们是骗女巫节目 直接把八号 一个超级大暴郎的发言 我是女巫 我不能出在早上 晚上你们看看 哎呦 她想 她的第一是 谢谢桃子龙虾 女巫预言家 你们这边迎面还是很大的 对不对 这是你打的第一个算盘 第二个算盘 就是你想不出去 很简单 你只能穿这个衣服 这没什么好说说的了 他这么多人这么说 他是像一个这么说都无法改变 对话的人吗 对不对 那只有王世民了 这个也是随便怎么说都说不动的 很明显 再怎么说 他永远举在你十号头上 为什么说不动 玩好 哈哈 团队出票也知道了 没有人 不是没有人站在这边 站在你这边的人 其实现在可以说动的 并不是像九成说的 或者是像王师傅说的 略是这么大 因为说到这儿 这个名肯定是能看清楚的 就差他一个人了 对不对 希望听到王 比较正义的发言 这个八号 这边 他被查查的情况下 他第一轮发言 是什么都没有说的 先分析一下 分析人的发言 还要分析吗 我觉得主要就是 就肯定是个强神了 这种板子 如果我摸一张神 那我要很小心的 因为我摸了神 没有任何用处 外面可能是人狼练 武装票的阵型 或者是两神联集 下次死掉的阵型 就我一定要装下去 我现在玩神都是什么套路 在扛推位上 狗活 这个地方我跟神 差点被扛推 但是我活了 然后我也不认识 狼练不会当你 我跟神头讨论一下 我记得神头后面 有提过打我的一个点 就是说 双帮主角他是一张弱神 就是 其实双帮主角 打你那种点 你觉得首位算不算一张弱神 我觉得也算弱神 那我跟你讲 我打你是因为 我知道你是这样的 但如果 如果我是好人的话 对吧 首位算不算一张弱神 首位算一张弱神 算一张弱神 算一张弱神 现在这个发言是很关键 因为四号玩家 是全场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是未来的最佳玩家 四号玩家跟你说 他上票不上票 就能直接 就是下一轮是其实是PK的 如果他乱上票 他不乱上票的话 他可以多听一轮发言 就是因为四号玩家的 但他已经 其实已经有过倾向性了 对对对 好 我们听听 四号之前可是投给十号玩家的 到底这轮会不会弃票 会不会选择战队七号玩家呢 我们来听一听 他刚才强势跳了一个女巫牌 他这张女巫牌 他告诉我了什么 二号死了 他没有救 其次他要毒掉的人 首先九号这个身份 他要说他 他说他要在九号十二号里面选择 心疼这些不是人帝的问题 你就是九号这张牌 连十号都认为 他是一张 就是民 即民以上 就是认他是一张好人牌的牌 那么五号 这张猎人牌 也曾经是 先生说那个佛德祥帮桃子 帮 替桃子成为VIP玩家 对冲者最后 唯一唯一 代冲 代冲 我们在他们身份上标注一下威敬 可以啊 对吧 我们标注一下 这就是要明白标价 最爱吧 最爱吧 最爱应该是V2 对 V2玩家 V1 好了 V1 V1应该是桃子 小一点小一点 对 风心云昨天刷的 昨天 他为了我今天的复盘 昨天刷的 V1 V1 好吧 这是小人VB 小R 小R 桃子 桃子 桃子也是小R 桃子这V1 好吧 V1 然后再来 大R应该是 大R应该是GY V2 GY是大R 不觉得V2吗 V3了吧 V3 两个波动叫V2 两个想 两个想 两个想V2 一个升一级 对对对 我看一下 3在这吧 好 可以 好 好 anch